《新疆航空公司》 《新疆航空公司》 對於今天上午發生的 復興航空公司的墜機事件 據瞭解 目前還有乘客受困 也傳來有人已經不幸離難的消息 我和全國人民一樣 感到非常震驚 遺憾不捨 這個時刻沒有什麼比掌握救災的黃金時間 搶救傷患 並全力為他們祈福還更重要 因此我們今天取消了 本來要舉辦的選舉造勢的議員會 並和候選人 職委 以及黨共同仁 一起在終職會前為罹難者氣球 也為投入搶修的禮償加油